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离去 你把这些名利赚得再紧 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 所以我们要学会选择填补心灵空虚 选择填补心灵空虚的意思就是 不要错过任何对心灵改变的机会 怎么样来改变你的心灵 把我自变成大家 把自己的小我变成一个大我 你比方说 你说我吃亏了 你就说我们大家吃亏了 对不对啊 我赚便宜了 应该说大家赚便宜了 那你就把我像慢慢的消除掉 你心灵就不会空虚 不是为自己活着 因为为自己活着的人 就天天经经经计计较 所以我们说磨记人生小障 一个人一生有多少小小的障 左一笔右一笔的 要学会放弃 放弃诱惑 放弃诱惑的人会拥有新的机遇 抓住不放的诱惑 你慢慢的会负重 避之不履艰难 负重就是你不肯放下 背在身上时间长了 你就会走路都会觉得很艰难 所以我们做人无事 心不空 有事心不乱 大事心不畏 小事心不慢 跟大家解释一下 没有事情 但是心中要念经 要想着众生 你就不会觉得颓废 不会觉得没劲 没意思 有事心不乱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了 心不要乱 慢慢的一件一件做 一件一件把它做好 大事心不畏 做大的事情的时候 心不要畏惧 不要害怕 因为大事也要做 小事也要做 大事也能把它做好 小事心不要轻慢它 也要把它做好 叫小事心不慢 所以想通的人 人生悲欢离合 甜酸苦辣 都是在于你心的开始 小事心不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